蛤 萧炎 他怎么又来了 萧炎 萧炎 你当真是找死不成 老家伙 把我父亲交出来 不然就算今天云山护着你 你一定要求你心灵 好大的口气 老夫正好在找你 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栏中吧 凝离 住嘴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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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治 药炎 恐怕 还是教你云蓝宗宗主云蕴比较好吧 你 没想到 燕燃口中说的硝烟 竟然会是你 芸儿 你与硝烟相识 你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他也是眼缺的真实性命 云云大人贵闻云兰宗的宗主 我一介无名小子 又怎可能与他相识 我认识的那人叫云芝 并非云云 小妍 你还真当我云兰宗好欺负不成 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承耀 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 凡事留一线 想要找阮氏子你 你可是找错地方了 云山宗主 我为何来云兰宗 恐怕你得问云灵大长老吧 云灵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 我云兰宗赔偿便是 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 现在可以走了 云山 我请你是前辈 方才这般客气说话 云灵他差点害得我萧家被灭了满门 其实你轻饶淡血的一句赔偿便能抵消 这事的确是云灵做得过分了 你想要如何补偿 补偿 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 云灵将我父亲打成重伤后 将你从萧家追杀出去 至今身死未卜 你们今天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让你们云兰宗元气大伤 你父亲 云灵可并未说过 他伤过你父亲 那你的意思 是我们萧家上下亲眼所见的事实 是你也早不成 这笔杖 我不瞅你云兰宗算 该找谁算 你说啊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否则 我有权让你交出大长老的职位 郑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今日交不出我父亲 那你回了这里吧 好 萧云 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 如果正如云林所说 我可以派人帮你找寻你父亲 纵然云林有错在先 云兰宗自会处置 那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如此放肆 这就是云兰宗真正的嘴脸 今日云林的老命 我笑了 云兰宗 是你们逼我的 两种一火相容 这个家伙 这家伙真的疯了 他想把云兰宗彻底毁灭吗 云兰宗那部白痴 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呢 小言 你先冷静下来 快说 他不停在哪里 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 这里可是云兰宗 就算我干掉了你父亲 又能如何 云林 小子 那晚为了准杀你的父亲 没能灭了小家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了 云兰宗彻底毁人 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回头我还会让你们小家 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 你 拿下乔宗彦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我 你 我 你 这小子倒是肠狂 这小子倒是肠狂 云兰宗举全宗之力 抓捕一个大斗师 你竟然还要动手 是不是太过丢脸了 美渡沙女王 莫要以为老夫怕了你 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 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 我云兰宗 也不是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 如果你有这兴趣 我倒是很乐意陪你实实手 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 我倒是还没动过全力呢 芸儿 阻止萧炎融合一伙 可是 芸儿 你在干什么 萧炎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 若是让她释放出来 这山风都得被她全部轰掉 让那小子在云兰宗如此撒野 你如何对得住这宗主之位 是 老师 即使没有我动手 萧炎也绝不可能顺利将一伙融合 我只负责拖住你而已 至于她能不能成功 不关我的事 小爷 你知道我并不想伤你 有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 芸宁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 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而芸山也是无动无衷 我能怎么办 可芸兰宗弟子是无辜的 你何苦牵扯于他们 芸宁闯入我萧家时又何曾想过 因为她的缘故 我萧家几百口差点全部被杀 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还是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吧 不过你手中那东西实在太恐怖了 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 我不是云林 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抱歉 这家伙果然还是弄出来了 这次芸兰宗要损失惨重了 芸儿 还不快动手 这家伙竟然还留有这一手 看她当初魔兽山脉相识一场 小野 住手吧 小心 小心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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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炎 不要 是他逼我的 死吧 老宗主救我 你怎么回事啊 这东西是硝烟使展出来的 每次见面 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硝烟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 已经不比云蓝宗这个庞然大物 差多少了 也就是说 即使为了硝烟得罪云蓝宗 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 还是海波东眼光独赖 今天真的闹大了 硝烟就算没被佛怒火灵的余波阵死 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 更何况还有一个云运 小家伙 这次可真是莽撞了 看来硝烟这个小家伙 对云蓝宗的弟子们留守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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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第一个将我云蓝宗 破坏成这般模样的人 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去请谷鹤长老出手救治一下 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 是 萧嫣毁我宗门 杀我长老 宗门耻辱 必须一邪起刷 既然你该强行击杀云灵 那么自然也就该有留下的打算 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 老夫也要将你永远留在云蓝宗 感知不错 不过仅此而已 留下吧 我说过 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也没用 具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 美杜莎 你的对手在这里 全兵盾 大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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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动 既然你要袒护那小子 那只修患无念旧情了 大风小意 没想到云山的这两个回忆的分身 竟然有这般恐怖力量 小家伙 我尽力了 接下来一直能看你自己的了 我 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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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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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吧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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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條命 這又留在這裡了 老師 這麼說了 小傢伙 你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能將雲蘭宗逼成這番模樣 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 接下來便交給為師吧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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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力量 这家伙终于能够使用 那隐藏的力量了 怎么回事 小岩的实力 此忽然暴涨了几个戒饼 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 竟然比我还强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还藏着这一生 不过既然你能够迎付 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 毕竟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 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暈山宗主不过如此 今日我要离去 一云烂宗还没那么实力将我拦下 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 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这般恐怖的力量 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 不过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 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 可至少 它能听我指挥 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 墨图而已 我就不信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 你大可是 这么多年来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慕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了 就在我实力中全射十七十二三 你又能败过河 我可以帮你 弓之旗 冰射 燕尊 施浪池 施浪以發ーバ ol 冰射 dvä 这么多年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我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看 就算我实力不足全盛时期 十之二三 你又能奈我何 老师 您 您认识萧嫣 见过几次 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所以先前见面 刚才感到极为惊讶 他的确 是很喜欢用假身份骗人 妍人 你 你不会是喜欢上萧嫣了吧 老师 这怎么可能 我最讨厌的就是她了 她的报复果然好狠 老师 我后悔了 我也有错 当初就不该受你软磨硬炮 答应你去退回 不然 也不会有这些事情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果然是自作孽 老师 等这里的事完毕后 让我进入生死门吧 你要进入生死门 那可是至少要达到斗灵级别 才能进入的 虽然你是这儿 唯一一个能够与生死门产生共鸣的人 可此时进入 太过危险 那里是云蓝宗历代宗主的安眠之所 天然身为云蓝宗之人 想必会受到他们护悠的 老师 答应我吧 我现在的状态 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 生死门 本是云蓝宗宗主接班人 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不过你既然执意要进去 那时候 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 早点接触生死门 对你的好处也确实不小 风之旗 击杀 燕分 十当时 这就是窦宗的实力吗 果然非同一般 将来的甲马帝国 恐怕是要重新洗牌了 此时的萧炎 恐怕也有斗宗的实力了吧 要知道 当年云山还是斗皇时 便是凭借这一招 击杀了出云帝国 两名同等级的强者呀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 萧炎实力大涨后 所使用的异火 仅仅是那种森白色的 并非是之前常用的青色火焰 而且萧炎操控那白色火焰的手法 也比先前不知高明了多少 这家伙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云山今日要留下萧炎 是有些难度的 而且在那边 还有个不逊于萧炎的 美杜莎女王虎视眈眈 若他真与萧炎联手 就算是现在的云山 也唯有暂避锋芒 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 不然的话 那对甲马帝国 可是大损失啊 云南宗宗主也不过如此 死时的你的确很强 但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 透支的力量 总会付出代价的 上了 老师 小心 这一击竟撕裂了虚空 斗宗强者 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 那个层次 放心吧 虽然我如今实力大紧 但光凭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危险 还是有些异象天开 我们的关系已经难以调和了 我们的关系已经难以调和了 所以我不会放任一个日后 能够成为斗宗的强者顺利逃脱 然后 背负着对云南宗的仇恨 逐渐成长 最后 再来颠覆我云南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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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炎 找到你 既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让你 师族 要懂得 感谢观看 不管是 我已 不过 提升 所展示 是 这里 原来 该死 啊 果然 可能要 你先 我再想要 不在 一群人 我走 看 我再看 居然一下子突破到了三星大斗士 而且能量还在节节攀升 果然是个充满意外性的家伙 老师 如今我的能力 只能完整地控制着忽然暴涨的两星实力 若是再多的话 只能算是表面虚浮 可从长远来看 对我却并不算好 在力量面前还能把持本心 不贪不娇 知足而退 不错 不错 你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次 并没能将父亲救回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以云宁在云南宗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说谎 可若他所说的是真话 凭我父亲大斗师的实力 怎么可能从窦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窦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但我感觉 父亲的事情一定是与云山有着一些关联 老师 从玉片的灵魂力量来看 父亲貌似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以现在我与云山之间的关系 他不可能让我父亲这般轻松的 你父亲的失踪 云山定然逃不了干系 但你父亲失踪的当天 必然是有着外人出手将其带走 整件事情 一定是有着连云山都无法干预的势力 介入其中 能在云灵面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我父亲 可我萧家似乎并没有接触 或者招惹过这种强者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或许你可以问问 你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友 老师的意思是 薰儿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不过那小妮子背后的势力 大有来头 既然这样的一个人能来到萧家 想必与萧家可能也有些瓜葛 等你下次遇见他 问问他是否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线索吧 好在现在父亲暂无生命危险 但还是要紧快找到线索 在出发前 我们先将此物炼化 老师 这是我在炼药师工会交易集市中得到的 这是一种储存器 如果不出我所料 这种玉片储存器 应该是焚炎谷的杰作 焚炎谷 那是什么 那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方势力 如论其实力 可比云兰宗强上许多 他们已修炼火属性功法著名大陆 专走狂暴攻杀路线 在大陆上也算别墅一致 比云兰宗强上许多 不要高看了云兰宗 如今他们就算有了一个斗宗强者 那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流势力里面垫底而已 你以前生活的 仅仅是这片大陆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而等你真正深入其中时 我相信你会喜欢上 这个精彩绝伦的世界 不过你也要清楚 不论身在何处 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你很有信心 我记得当初老师说过 只要我努力收集异火 便能够替你炼制出 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 那这 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复活吗 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是在乎啊 这三年 老师为了帮我变强 付出了无数心血 而我却为了那所谓的三年之约 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更因末程之事 害到老师沉顺 学生感到非常自杀 说来惭愧 当初认识你 并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得来的坟绝交给你 主要目的便是利用你 等你日后修炼成功 再命你使用融合出来的火焰 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 但看着你在逐渐成长中展现出惊人天赋后 不知不觉地再次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再错一次 但我在沉睡时看到了你那么拼命 忍辱负重地为了唤醒我所做的一切 这三年不亏老师了 您的为人学生最清楚不过 只是学生愚笨 这么晚才明白您对我的希望 让老师担心了 一日为世 终生为父 学生向您保证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辜负您的一番苦心 你这孩子 一段时间未见 还变得多愁善感会体贴人了 放心吧老师 您当复活之时 学生以后会牢记在心 看来老夫这次真的没有再看走眼 能遇到你这般出色的学生 我的好运还没有燃尽哪 对了老师 炼制躯体至少需要几种异火相容 应该是三种 三种 青莲低心火 加上老师的古灵冷火 那岂不是再收集一种 便可以替您炼制新躯体了 应该可以 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 在迦南学院中便是有一种异火的踪迹吧 叫什么 陨落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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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次去加南学院 又多了一项任务 老师 尽力 好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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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和三番两次地对硝烟手下留情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与硝烟之间的瓜葛 难道你忘了这些年 我都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 没有 师父 您的教导弟子谨记在心 只是他曾对弟子有过救命之恩 所以 荒唐 硝烟杀我大长老回我云兰宗 此子乃我宗心腹大患 去将他带回来 老师 此事是否需要在谨慎考虑一下 为了硝烟一个小辈便全宗出动 怕会让我们在加玛帝国中的生育受到 敌群跳梁小丑而已 加玛帝国平静太久 也该大清洗一次 接下来我将会带领云兰宗达到以往任何一任宗主都未曾达到的新高度 记住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时刻记住你的责任 既然宗门选择了你 你就必定孤独一生了 老师 我很好奇 等你复活之后 实力是否能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 刚开始或许会有些声色 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 恐怕会比以前更少一层楼 那会达到什么地步 十回合内几百云山 不费垂灰之律 那至少也是 斗尊强者 天火三悬变 老师 您知道这是什么 这回你可捡到宝贝了 这天火三悬变是一种十分玄奇的高级秘法 秘法 除开功法和斗技 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 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 当年在乌坦城 你的小女友便是用了一种高级秘法 使得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瞬间提升 秘法极为罕见 其稀少程度足以跟一些地阶高级功法相媲美 这天火三悬变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 对于拥有奇异火焰的人来说 无疑是千金难求之物 想要修炼此种秘法 修炼者必须是火属性 且必须拥有至少一种奇异火焰 那用我的青莲地心火是否可以修炼 当然 异火是最佳的选择 这天火三悬变 有轩儿当年施展的秘法枪吗 所有的秘法 大多都是以压缩或透支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 虽然会让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 可事后身体却是会出现极大的损伤 那轩儿他之前 放心 从他当年使用秘法后依旧气色红润来看 他并未有太大的损耗 这便是可以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了 这小女子 虽然天火三悬变对自身的损伤的确较大 可提升力量的幅度却极强 所谓三悬变 就是能够使人的实力接连暴涨三次 当年焚炎谷的谷主只是个五星斗宗 可凭借天火三悬变的三次爆发 击退了一名斗尊强者 这秘法竟能跨越如此巨大的等级进行战斗 现在将你的精神融入这股能量中 天火三悬变是靠着某种特殊的方式 将体内深处于火焰共生的能量 迅速引导爆发而出 达到瞬间提升实力震慑退敌之效 如想要达到三次爆炸 就必须以三种火焰进行修炼 那焚炎谷谷主只拥有一种异火 而另外两种火焰仅仅是瘦火 便可以将自身的力量提高到内漫长度 拥有分厥的你 若日后收集了三种异火 同时开启三种变化 那种实力的增幅 就算是创造秘法的鲜碑 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 没想到这焚炎谷的阵谷秘法 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 炎火内玉府的老头 当年老夫想要戒约一下他不肯 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 若是他知道了的话 恐怕又要暴跳如雷咯 不肯定是他肯定是他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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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兆 华能智奋 杀进日之后 老师 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 还真是古怪 不知道是什么怪材 竟然创造出这样的秘法 不过 这玉片中却紧紧记载了 第一种的变化 或许是焚烟谷的手段吧 这样就算秘法 被外人侥幸得到 也难以修炼完全 一重就一重吧 正好我体内 就只有一种异火 小野 接下来的行动 要极为小心 周围有着不少 强度不异的气息 虽然云山在你体内 残留的那道印记 被我压制的极低 可他们依然能够借此 粗略摸清你的大体方位 果然是欺而不舍 人家总是对我破了必杀之心呢 小心点 尽量不要被他们拖住 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 会很麻烦的 我的灵魂力量 至少需要半个月 才能恢复一些 接下来 想要从云兰宗的封锁包围中逃脱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追兵们似乎察觉到了 你的飞送移动 正有大批的云兰宗弟子 从四面八方赶来 还靠有远徒的魔兽 总拦他们一下 不对 是云兰宗的长老 礼弊已经很明显了 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家老 我没有异议 无论怎样选择 穆家都会一如既往地效忠皇室 难道你们忘了 之前炼药师大会上 硝烟帮助加玛帝国 对抗出云帝国的恩情了吗 那 这个 硝烟这小家后的潜力颇深 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 但现在我们出手阻拦云兰宗 将硝烟放走 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兰宗正面为敌 而那时 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 毕竟 硝烟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 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薄名利之人 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 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 还不懂 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地 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 虽然这样 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事故 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 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 还 不用管他 让他去吧 那三个云兰宗长老实力不弱 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 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 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 有了那三个长老的气势压制 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兰宗弟子们的搜索 造成太大威胁 可恶 若是再任由他们这本搜索过来 迟早会成为笼中之鸟 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逼着火 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 只要你避开那三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 其他的云兰宗弟子不足为惧 小心前面的埋伏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笨蛋 没有得到长老们的命令吗 一旦遇到萧嫣 切记不可与之应战 只要全力将之跟进便好 萧嫣 现在有些麻烦了 三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 而在我们周围 已经拒绝了大量云兰宗的弟子 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 他们是在等那三个长老过来吗 要赶快隐藏起来 尽量不要暴露 等天黑之后 再借助密林的掩护 趁机重复他们的包围权 也好 云雷长老 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保持包围状态 所有人不要动 是 这些家伙最近在搞什么鬼 怎么都停下来了 是 不 待 pourquoi 先wel 好 来 我 谢谢 现在 生 就算是筋疲力尽了 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行动吧 不管了 现在是时候了 这口气势 是斗王 该死的 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 是 宗主 硝烟身上的能量痕迹 不管如何压制 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 一脉生成您的法眼 宗主 硝烟杀我云兰宗弟子 罪不容恕 还请宗主出手 将硝烟体内那道能量痕迹 彻底又引出来 宗主 女人之宗主 飞行部队 主力 对不起 好 该死他 没想到越难做 现在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飞行部队 小燕 尽量支持下去 再给我一些时间 你体内被晕晕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 便可以压制 过去 再击 尽量 赶紧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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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今夜便是你葬身之时 可恶 这紫园一的速度 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气画意相比 老师 先解决眼下的情况再说 这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 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 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阴迹的波动 不要再保留了 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 还有何脸面坐着长老 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老师 再持续下去 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 老师 老师 小家伙跑这么快 不想细聊聊肖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 你猜对了 那天晚上我跟云圣都在场 他们所有人酷得撕心裂肺下跪向我们求饶啊 但还是很压爱 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想告诉你 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 他曾悄悄地跟我说 放过我求求你 老师 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 下面就交给我吧 小小伙伙 那就在前面碰头吧 嗯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 小伙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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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宗主说过 你需要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 别看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 老宗 你们没能抓到我的父亲 那又能怎样 估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因为你的举动 现在我们云兰宗的人 已经前往萧家 现在仅剩的萧家族人 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知道 我们不会放过你们家族 任何一个人的 而在这之后 我也会亲自找出你的父亲 来吧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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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天火三旋边 第一种 青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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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极 小炎 放 凶帆 跑 跑 居然还能瞬间跨越等级 又让我意外了一次 你知道我是斗王强者 想要杀我死还差了一点 去跟你的肖家族人团聚吧 小心 差那一点 现在更更好 今天已毁于此不可 该死 在还没有完全窗户的情况下 你快对身体我的心很大 此刻席 余手部队尽可能拖住大哥 走 阳 向 海老 人生长老 我劝你现在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还不动 从现在起 你与你的米特儿家族 就是我们云兰中的第一个人 萧嫣 永远都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 你潜在的帝国意识症的渐渐苏醒 它是你与生俱来的天文 所以不要回头 走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准备迎接你崭新的人生吧 海龙 海龙 一 idag 小兵 无论 海龙 四 快 出发 别 迪 差 狮 骊 historia 小元帝你别慌 是我 张飞姐 这些都是还老的人 可能你还不清楚 他老人家年轻时的身份 这是魔兽山脉的地图 你可以借助他离开加玛帝国 从这里往南走 森林的尽头 就是加玛帝国的边境 只要出了这里 云兰宗再想要抓你 就困难许多了 小元非常清楚 你与海老这般举动 会给米特尔家族 造成多大的麻烦 姐姐相信你 日后再见时 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一点 三年前我便相信 雅斐姐 我小元不是 知恩不报的畜生 你与海老今日之情 我小元 至死难忘 好了 快走吧 云兰宗的后园 也快挽过来了 后面还有一个云韵 小元日后再回加玛帝国 此情定乃百倍偿还 雅斐姐 告辞 帮我也向海老说一声 谢了 小家伙 姐姐等着你回来 三年前我便知道 这小小的加玛帝国 留不住你 以你的天赋 那辽阔的大路 方才是你展现实力的舞台 我相信 待你回来之日 即使是云兰宗 也只能在你的脚下 匍匐颤抖 是 不 啊 啊 你 没事吧 托你的福 差点葬身在这里 我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作为云兰宗的宗主 我必须担负起宗主的责任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会尽力保你性命 小爷 我们不要再将事情闹大了 好吗 我与云兰宗之间 还有半点调和的可能吗 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 不会连这点事实都看不清吧 不要废话了 你我早已经没有半点关系 动手吧 做你该做的事情 你知道的 我是不可能对你下杀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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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你 这是什么意思 走吧 离开甲马帝国 日后不要回来了 不然老师绝对不会放过你 明兰宗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 你是不想让我为难 但我做不到 还是心太软了 你的身份让你只有一条路可选 那天在云兰宗 我就已经明白了 你还不走 我相信 现在的你 才是当年那个山洞中的云芝 营芸便是云芝 云芝便是云芝 这你应该早便知道 而且在云兰山时 你不是说 从此以后 不管云芝与云芝 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对云兰宗的宗主 云芝没好感 可对云芝 却是好感大大的有 当年神动的那段日子 硝烟至死都不会忘 云芝与云芝 难找寻前路中 小军里不再有你 同行 送出了马屋檐 做了万遍思念 不怕将故与隔间 再断肩残片无尘面 不等谁来生命 不必空不同意 一个床上 回来生命 其实我挺后悔 后悔当年在那山洞中 为什么要强忍着去做那无欲无求的圣人 我想如果那时候干了点什么 你会被我当场杀了 那样的话也省得今日这般大麻烦 特谢了 不过我会回来的 一定会的 下次再见面 我定然不会再放水 是死是活 会懒得管你 告别一事完毕 替我转告你 我硝烟回来时 亲自的仗 就一笔一笔地偿活于她 我梦与诸君说 四重山均力不再有你 同心 你 白去过心 世间 会冲淡一切的仇恨 虽然心里烦恼 可我倒还是希望你不要再回来 只不过 我却真的按老师则说 我定的毒一身了 不过既然你已经离开 那么那个为了你方才存在的云枝 便是要彻底消失了 以后的我 还是云蓝宗宗主云玉 那些事情似乎本就不该属于我 这一次 就当是任性了一回吧 雨一闪烁 雨雨的艳阳 小江湖 记住我的话 既然离开了 那就真的不要再回来了 小江湖 浪花多多返程 彼此飞向远方 一生再见 有时光 谁在为谁守护 人的人呢 谁又与谁约灵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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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怕 飞往那苍生 嗯 大叔 我们来了 呦 老师 你还好吗 没什么答案 看来 你已经准备好了 好 目标 甲南学院 有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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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